大家好,欢迎来到程康说了美,我是程康老师 我现在是在圣卫斯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里面 What's you? 今天是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这些本科大一的学生是上个星期五搬入的 大二大三的学生基本上是今天明天就搬入了 现在学校里面就是晚上六点 在前面这个运动场的学校有很多活动 各个俱乐部都在这摆摊来招心 有什么网球啊,足球啊,橄榄球啊,飞盘啊,Bilt Hockey啊 男子水球啊,什么这些都在 这些学生都在这也是互相认识 也是来了解这些俱乐部 那边那个远处还有一大堆人的地方 那个有棚子的地方呢,是学校的这个食堂 今天呢,搬到户外来做BBQ 有很多其他的吃的 那学生呢,就用自己食堂的那个饭的这个点儿 就可以在那儿呢,来摆吃的 就跟在食堂一样 所以这些学生呢,就都跑到外边来了 这个足球场呢,应该呢,是在两个小时之后 有一个足球赛,我也不太确定 那边人太多了呢,我就不过去了 因为照着学生好多人脸,不太好 我就一边在校园溜达一边跟大家讲吧 其实呢,很多的学生啊,家长啊 其实没有太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来到一个新的一个环境 或者呢,你从大一到大二,对吧 你开学,那你可能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 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前两周的时间呢 是你最容易交到朋友的这个时间 而且呢,学校呢,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在这呢,有一个同学,后人的一个同学 那么你虽然是研究生吧,不是本科生 但是呢,他学校呢,如果有这些活动呢 在开学的第一两周呢 那么也是在学校呢,尽量的来参加呢 对你是最好的 因为呢,到后来,人家都交了朋友了 你说你再往人家那个朋友圈里来凑呢 这就不太容易 因为你在开始呢,前两周呢 大家都不认识 所以呢,你也可以不用怕这个害羞 上去打招呼,这就可以 你看前面呢,这是叫这个tailgate tailgate是美国特别的一种形式啊 就是特指在这个比赛之前呢 在停车场里面做的这个barbecue 这后面下面写着food service meal point only 就是这是由学校的食堂的这个服务来的 那这个是WashU的主运动场啊 这个运动场呢,很有意思呢 它是在1904年呢,奥运会的主赛场 在美国呢,有几个打学呢 曾经是奥运会的主赛场 另外一个著名的呢,就是UCRA的运动场 也是作为过奥林匹克的这个总赛场 而且呢,好像是下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 就是在如汉基举办吧 那那个赛场呢,就是两次奥林匹克总赛场 这个WashU呢,这是1904年 这是一百多年的,一百多年前的奥林匹克总赛场 那你在学校里面呢,开学的时候呢 有交到新的朋友,能够去到这个不同的俱乐部 对吧,你甭管是足球啊,网球啊 我看那还有羽毛球 那么你这样有一些朋友呢 你当然生活就会更有趣 一些事情呢,也有一个伴儿,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一直呢,跟我们的学生说呢 你在开学这一两周的时间呀 我知道是很想家,到了新的地方 但是呢,也尽量的能够出来 能够跟其他同学呢,沟通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那后边呢,是一个学期也好 是一个学年也好 是学业的期间呢,会有一些朋友圈 而且呢,有一些信息的这个沟通 这个信息的沟通呢,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不只是说,哎呀,哪有我们便宜的吃的呀 不只是这样 比如说哪里有面试啊 哪里有实习的机会啊 哪里有科研的机会啊 那么这些也是一类的信息 另外呢,就是 比如说咱们再说的极端一点 去年发生的Buffalo大学 就是水牛城大学的这个事 那有的国际学生呢 就是因为来了以后 他不知道自己必须要把 爱九字表 就是入境的这个海关的表 给上传 然后呢,就被学校给取消自己的身份 就必须得离境遣返了 对吧,那当时有三十个中国学生 都是这样的 那我不是说呢 这三十个中国学生 都没有朋友圈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我确实呢 知道有的同学呢 就是因为他有朋友圈 他朋友这样做了 提醒他说,哎呀,你可一定要做呀 这个,我做的时候 这个学校还提醒我 怎么怎么样 所以呢,这孩子也做了 所以呢,就逃过这一难 其实呢,这并不是 你考试啊 你非得考过不考过的 那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所以呢,在学校里 你都在本地 本地的支持呢 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你有本地的这个朋友 本地学校的这个Advisor 这个学校的顾问 再往外一层呢 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教育顾问 那再往远呢 那才是你的父母啊 都在海外 那这一层一层 对学生的支持呢 那其实呢,都是呢 让学生呢 能够更好的 学业成功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说呢 在开学 尤其是这前两周的时间呢 一定出去多跟其他的同学来沟通 多了解这个新的学校的这个信息 这个时候呢 是大家最不怕尴尬的 因为大家谁都不认识谁 对吧 之后呢 那就可以建立更深的这种朋友圈啊 建立这样一个 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支持的体系吧 好的 那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今天讲的这个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聊 我们下次再聊